哈喽大家好,我是露露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我减脂期间的一日三餐 都是非常简单快手健康营养的 早餐呢,我会先做一个果蔬汁 我用到的是芹菜,苹果和黄瓜 这三个搭配也是我觉得味道会比较清爽 而且却是有效果的一款 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我用的这款复古造型的blender 也在之前的厨房电器的视频里面推荐过 虽然它的力度一般 但做这种果蔬汁还是很方便的 本来还担心生的芹菜味道会不会不太好接受 但加了苹果以后甜甜的还挺好喝的 贝果也是我吃不腻的早餐之一 我会尽量把自己喜欢吃的热量高的东西放在早餐吃 我觉得如果一味的追求顿顿都热量低 精确的计算卡路里的话 这种减脂餐真的很难长期坚持下来 cream cheese里头加一些黑芝麻粉 这样搅拌起来真的口感加倍 黑芝麻奶酪配上外脆里软的贝果 咬下一口真的很绝 再加点欧青碎做点缀 这样简单的一餐就做好了 再来点咖啡续命 美好的一天从一杯冰美式开始吧 碳水维生素蛋白质都有了 这样简单快手的健康早餐就完成了 中午做一个简易版的韩式豆腐汤 家里有什么蔬菜和海鲜也都可以自由搭配 我用到的是西葫芦豆腐和虾 首先热油 加入洋葱炒香 然后加入泡菜 我买的是这种罐头装的 因为之前每次买大桶的都吃不完然后就忘记了 泡菜稍微炒一炒就可以加入热水了 放入一勺韩式辣酱 再加上自己喜欢的蔬菜和嫩豆腐 最后加入白虾 温熟就可以出锅了 打开盖子的时候就能闻到熟悉的豆腐汤味道了 如果中午没有时间煮米饭的话 这种韩式的素食米饭最方便了 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就好了 又是非常快熟简单并且一样好吃的一餐 又鲜又辣的汤汁拌到米饭上真的太满足了 晚上做一个油醋汁的沙拉 也是家里有什么蔬菜和肉类都可以自由搭配的一款沙拉 主食我用的是土豆 这样切成小块再蒸熟 鸡胸肉用生抽、蚝油和灰胡椒 简单的腌制一下就可以了 配菜我用的是小番茄和玉米 维生素和纤维都有了 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刷上薄薄一层油就可以煎鸡肉了 牛油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 沙拉里加上牛油果就会特别的有饱腹感 半个就足够了 今天还想做一个牛油果花 来给晚餐增加点仪式感 油醋汁做起来也很简单 一勺橄榄油 两勺生抽 两勺醋 再来一点黑胡椒 最后加一些蜂蜜进去 一个油醋汁就做好了 以上就是我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还喜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所以再好 这什么漂亮的 精 working 人 冲 把 师